神奇飞书 一部极其唯美之欲的动画短片 2012年奥斯卡获奖作品 故事的开始 在一家旅馆的阳台上 莫里斯坐在一堆书中间 认真地看书及日志 起风了 风把日志里的文字吹走了 莫里斯也被吹到了空中 他落在了一片荒原之上 日志也掉了下来 但是里面的文字不见了 莫里斯还是难过 他走在这片荒原之上 发现到处都是散落的书页 落寞中 他忽然看到空中 一个姑娘抓着一群书在飞翔 他把自己的日志扔向空中 希望能够发生奇异 但是他失望了 姑娘见妆扔下一本书 这本飞书带着莫里斯 来到一个神奇的地方 原来这里是飞书们的家 一本老书 一本老书 行将旧木 莫里斯想医治他 他进入他的文字世界 读懂了他 日复一日 莫里斯在这里和书们一同生活 思考人生 书写感悟 并服务于那些来借书的人们 他会想起在那个在空中飞翔的女孩 年复一年 莫里斯老了 这一天 他站起来 戴好帽子 拿好手杖 缓步走到门口的阳光里 他知道他要离开了 飞书们环绕着他送行 一如当初迎接他到来一样 莫里斯带着自己的日志 随飞书们飞向了天空 然后他留下了日志 晴朗的日子里 莫里斯的日志飞向在空中 引领着一个小姑娘 来到飞书图书馆 小姑娘在台阶上坐下来 翻开莫里斯的日志 她周围环绕着一群会飞的书 小姑娘在台阶上坐下来